颁奖典礼中由副市长林亦华亲自颁发灯王奖座、奖状还有8万元奖金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全国花灯竞赛总共有190件花灯作品参展 评选出5组灯王及各项优秀作品总共122件作品获奖 其中亲子组灯王作品为台北市蓬莱国小的穿越时空的情侣 国中组则是台南光华高中的兔之拳 参赛者都是首次参加花灯比赛 对于能够获得评审青睐、夺下灯王奖项都感到相当惊喜 这次我们做的作品叫做穿越时空的情侣 那穿越时空的情侣其实主要的发想来源是来自于现在有很多的穿越剧 然后当时我们就想说其实今年又是兔年啊 那可以把古今中外做个结合 那所以就想到说可以用什么主题 就想到了嫦娥跟后裔的爱情故事 那所以爱情故事想了之后想说 其实他们的爱情故事里面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在一起 那我们就希望是说可以用一个古代跟现代的结合之后 变成是嫦娥在月球上遇到了太空人 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今年这几年疫情其实很多人面临胜利识别 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说亲人可以就是长长久久可以再去美好的前缘 第一次做虽然说是第一次做但是就是说觉得说很辛苦然后很有趣 一开始我们就是要找五组队员一起来参加嘛 所以我们就找志同道合然后各有所专场的人一起来做 那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我们自己这一组 因为我们一直做到过年的时候都还没有组起来 我们都觉得我们可能很危险不会得奖了 但是呢等组起来之后呢我们又慢慢有了信心 蛮男人可贵的经验啦因为平常不会接触到这个 如果不是伙伴们的约啊相约啊还有老师的教导啊 然后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不会碰到这种东西 那小朋友也不会学到这么就是一般的就是我们平常接收不到一些 手艺的之类的东西这样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这个经验 就是他的作品名称叫做兔子犬 然后以今年是兔年来发想 然后台南我们是从台南来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关子林温泉 所以把两者结合来作为这次的主軸 我们学校在台南在地 我们其实在2006年台湾灯会 我在台南的时候我们就 我是老师然后指导大家 就是还有我们另外一位老师指导大家做 指导学生做这些作品 那其实我们做花灯已经做17年了 只是他第一次参与他国中部的 那我们高中今年也得到灯王 全国花灯竞赛总共分成亲子组 国中组高中职组大专社会组 以及机关团体组五个组别 各组花灯作品都展示在新人爱路 及市府周边人行道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举办全国花灯竞赛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引导更多人 学习体验花灯艺术之美 那剩下两天整个也就要迈入到尾声 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感谢 这次呢来帮台北市变得更精彩 更美丽的所有的好朋友 因为有你们在这次的所有的 190件的作品里面 真的看到了我们整个的艺术之美 有一种传统的艺术之美 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感谢 所以今天呢我是觉得 这个评审长跟田老师 应该是蛮伤脑筋的 我们更重视的是整个灯会里面 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教育 艺术之美 因为呢有懂得欣赏美 懂得让自己美 生活才会美 尤其现在的灯会 从随着传统 抖到创意 所以这个创意跟传统的结合 就让我们更体会到 新跟人的传统 是可以有这么完好完美的结合 2023 台湾灯会在台北 展出到2月19号 参观人数已经突破900万人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除了感谢来自全国979位作者 精心创作花灯 并且透过观摩学习 激发创意巧思 也欢迎民众把握最后的机会 前来赏灯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